MING PAO TORONTO 接著我們來講它的內裝的部分 在T字中控台這個造型上 它每一代的改變都是一點點 所以你現在看最新的POLO 和幾年前的POLO 其實它的差異並沒有非常的大 以整個造型來說並沒有差異非常大 可是細部上你還是可以看出一些不同 第一個就是在音響的部分 以前的POLO就傳統的一個彎定的音響 不過現在已經改為2D的一個設計 不過這個音響呢 它並沒有辦法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資源 頂多只有MP3 如果你要做一些譬如像倒車CCD 說到倒車CCD 其實這台車它連倒車雷達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升級為有螢幕的一個音響主機 建議要去外面做改裝 因為原廠的選配非常的貴 下方的冷氣系統也是比較入門的版本 它並不是像Warswagon這個行路上 POLO的行路上 它另外有一個就是有液晶刻度的一個 恆溫空調系統 它是全自動的 那這一套系統是半自動的 後方的話多了一個點焰器的一個裝置 以及重點就是在下方的變速箱 這具變速箱搭配的是7速的DSG自首排變速箱 這一個變速箱和之前就有非常大的差異 以前的POLO一直都是4速的4AT 傳統的4速變速箱 那現在改為7速呢 對它來說是90%都是好處 可是它還是有一個10%的負擔 它的負擔在哪裡 就是因為它的馬力不是很大 只有85匹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 當你今天時速到達80甚至100公里的時候 它用到第7檔有點實力 6檔是剛剛好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採用傳統的手排模式來換檔 80公里換到第7檔的時候呢 引擎轉速是可以維持在2000轉左右是沒錯 可是你在踩踏油門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 你怎麼踩它都沒什麼反應 為什麼 因為這次的馬力輸出太小了 加上這個時候 它是用第7檔的磁筆在做一個傳輸 所以你會感覺就是你油門怎麼踩踏 它還是維持在2000轉上下 引擎轉速揚起的幅度非常慢 這個就是它另外一個負擔 我相信以台灣的路況來說 大概456檔會是一個比較長使用的檔位 儀錶板的配置呢 也有點小小的不同 一樣是雙圓式的設計 不過中間這個資訊幕呢 變得比較高級一點 不過它還是單色 而且它沒有旅程電腦 它並沒有辦法顯示一些瞬間油耗和平均油耗 方向盤的造型改為三幅式的設計 大燈並沒有自動起閉 雨刷也沒有自動起閉 也沒有定速裝置 所以它整個配備來說 如果你要求它有80萬的奢華配備 其實它並沒有 可是在安全性配備 主動安全和被動安全 被動安全雙氣囊 主動安全煞車 TCS ESP 所有的一些主動安全它都有 所以它80萬的價值並不是在奢華的配備 甚至一個手動調整的座椅 還有它連皮椅都沒有 也沒有天窗 天窗也要另外做選配 還要4萬 所以整個奢華配備它是看不到 可是它的主動和被動安全 卻是樣樣不缺 如果你要把這些像 鋁合金輪圈16吋的 甚至包括霧燈 倒車CCD 還有就是螢幕是 還有就是音響主機是有螢幕的 加上又要有定速裝置 大燈起壁 雨刷自動起壁 這些加一加 這台車車價可能要破百萬 那破百萬它的接收度幾乎是0 所以總代理它的做法就是 我讓大家有一個更好的行車安全 可是在奢華配備的部分 可能你就是另外去外面做升級 或是選購一些原廠配件 最後加尾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今天的試駕行得 其實Polo不管是 加尾以前的9N2 一直到現在這個版本 它的整個駕馭的感覺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主要的差異就是在變速箱 以前我印象中 我那台Polo四速四排 1.4升 走高速公路 你油門踩到底 極速不會超過150 下坡兼順風 勉強可以到150 平均到130以後 就很難再上去 因為那時候我改的輪圈是16吋 稍微大一點的輪圈 那如果是原廠圈的話 大概頂多140而已 可是因為DSG變速箱的關係 所以大家看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它現在的加速的順暢性 還有就是整個極速的表現 跟之前的Polo比起來 有非常大的進步 變速箱佔了很大的功勞 那整個車輛的扎實程度 因為畢竟它的軸距很短 加上它的車體剛性表現很好 這個絕對不能跟過完車來比 所以它整個過彎 或者是在山路駕駛 甚至碰到一些比較爛的路面 它的整個車輛的扎實度 和組裝品質表現 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Volkswagen它引進這款小車 雖然售價還是超過了80萬 然後以國外的原廠行路來說 它還是有拔掉一些比較奢華的配備 可是相反的 它在主動和被動安全上面 完全沒有打折 以它的主被動安全菜單 你大概要買到百萬等級以上的國產車 甚至包括進口車 才有這樣的水準 所以安全性我相信是它最大的賣點 第二個就是組裝品質 第三個就是它經典的外型 第四個就是它好開容易上手 容易保養 保養並沒有很貴 所以這些種種加起來 我相信是它的內在的精華 至於台灣消費者很在意一些奢華配備 在這台車上確實看不太到 可是你看到的卻是它非常完美的內在 OK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就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下個禮拜 我們有一段時間是不在台灣的 接著下下禮拜 就是非常多 很多性能迷很期待的一些 比較經典的車款 包括ISF 包括新的M3 我們都會為大家來做試駕 OK 我們下次再見 SMT M3 M3 M4 感谢观看